瑞芳区龙兴社区发展协会在今天正式成立志愿服务队 共计有55名志工 其中80以上的长者就有三位 也让里长直说有你们真好 瑞芳区龙兴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在今天老人共餐日 齐聚一堂并发放由志工队大队长郭清和自掏腰包购买的志工背心 让志工队更具规模 大家穿上背心也体认到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 基于社区上面热心公益有服务的人数非常的多 只是他们没有一个管道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做这个社会服务的工作 那我就想说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呢 这么多有热心有爱心的人 我就想说我们来成立一个龙兴社区的志愿服务队 那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呢目前有55个人 那我们预计说能够达到60个人的人数 那希望说这些的成立呢 能够带动社区大家居民的向心力 以及社区里面的清洁服务爱心 还有这个所有的社区居民里面的福利能够有共享 清洁也好 老人缓释也好 一些长者的聚餐 长者的我们一些共餐 一些那个志愿回收 正式的在成立这个大队以后 能带动整个区里面的清洁跟进步 龙兴志工服务队里不发有七老八十的长者 虽然体力不如人 但服务的热忱却不比别人少 八十五 你怎么想说要来做志工 就应用 来服务 三十九服务 有 很欢迎 所以都拿上手赞成 摸运动 多减运动 八十 你也来做志工 你也来做志工 有 就应用 应用摸运动 农兴社区志工队共有五十五名 分为四小队 其服务内容分别为老人共餐 社区清洁 资源回收 急难救助等四大项目 分工合作 更能让志工运作发挥最大功效 杰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